一名就读东华大学资商与临床心理系二年级的19岁红姓男学生 10号上午9点多左右独自骑着机车 在行经校园内外环道西往东方向时 疑似自撞露树头部受到重创 经消防人员送往慈激医院急救后 在10点多左右由院方宣告伤众不治 而警方表示鸿南有合格的驾照 而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东华大学内外环道一名红姓男学生骑成普通重机 在校内外环道西往东方向行驶 不慎事控打滑自摔撞击露树 红姓男大生头部送创 消防人员到场立即进行CPR 紧急送往慈激医院抢救后 仍然宣告不治 救后人员抵达现场 发现一名伤犯倒卧在地 接触时发现该名伤犯没有呼吸心跳 随即对伤犯实施急救措施 在送医途中 给予伤犯插管及给药等急救作为 送抵辞进医院后 交由医师做后续的急救作为 先了解当时有四台车陆续通过这条路段 鸿杏南大生是最后一台 并未和其他人发生差状 在通过弯道时撞上一旁的路数 经消防人员紧急送往慈激医院急救后 仍然宣告伤众不治 事故原因仍带调查 记者林杰收风箱采访报道